大家好,台湾今天发表了新护照的封面 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一说 台北方面的消息说护照的封面凸显了台湾增加了国际辨识度 行政院今天上午10点召开新版护照封面的记者会 正式公布新版护照封面的样式 将于明年正式换发 新版护照封面印有台湾护照 台湾护照 并且将台湾放大 至于Republica China则设计成圆形环绕在国徽周围 你基本上在护照上你看这个封面 你基本上看不到Republica China这几个字 你打眼一看就是要台湾护照 这就是我说的 台湾人是妖 妖他总得化成人形 但是他又不能把这个人形完全凸显 为啥我要逃避这个人 这个人是个壳 中华民国是个壳 对吧 这个壳我又非常讨厌 但是我现在必须得钻进这个壳里 那我就把这个壳缩小 Republica China缩小 我不能去掉 我一旦去掉Republica China我就死了 那魂就化成灰烬了 我必须得留着这个躯壳 但这个躯壳我要把它什么缩小 缩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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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放大镜才能看见 就把它缩小的一圈 叫中华民国 Republica China技术 我得把这个中国缩小到你看不见 然后把台湾写的大大的 台湾 如果这还不是台独啊 我希望台湾那些啊 还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你们自己啊 想一想 想一想是吧 那个叫什么四行仓库 为了中国啊 是不是啊 为了中国高举中华民国那个旗 那也叫中国呀 现在中华民国没有被日本人消灭 被日本人的后代在台湾消灭了 被这帮蔡英文当局消灭了 中华民国啊 从此真正的结束了 再也没有什么中华民国了 你看那个护照就是叫台湾了 就像台独已经啊 迈出了一大步 哎呀 所以现在呀 那帮还是在海外天天抄着 跟台湾是同胞 台湾不是台独 台湾是叫中华民国 也是我们中国的 是吧 甚至有人想着台湾人 是不是反攻大陆啊 拯救我们大陆人民于水火 反攻啊 我说你们别做梦了 台湾是不是台独 这还不明显吗 你哪有中国了 你看那护照上 哪有中国两个字了 拿放大镜你去找 能找出一个中国 Republic China 我希望在美国的所有的支持中国的 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啊 这些华人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支持台湾了 要支持中国 台湾已经死了 台湾没有中国两个字了 台湾已经不承认中国了 甚至那是民进党是台独政党了 所有的中国人要支持中国 特别你还住在美国的什么唐人街 你住在叫中国城 台湾已经放弃中国了 你还住在中国城 然后支持台湾 那你住在台湾城里多好啊 别住在中国城啊 台湾已经放弃中国了 要清醒 谁才是支持中国的 像我这个 让你们台湾人天天骂的 我才是真正捍卫中华民族的 看看四行仓库 那八百状势 为什么 为的是中国人而战 跟日本人而战 你再看看今天台湾 从国民党到台湾 普通老百姓 哪有一个敢为中国人而战 被裹挟着就搞台独 然后自己还天天在这讲 我们不是台独 你不是台独 你用着台独护照了 哪还有中华民国了 哪还有中国了 那李登辉你看看 最后都妈快快认祖归宗了 眼里正难 多搞笑 前国民党的主席 台湾总统 最后都妈成了日本儿子 还看八百状势 什么林青霞 还演他吗 哎呀 这什么 嗓个手指 还敬礼呢 还爱中国呢 今天看看多搞笑 这一幕 林青霞呀 能不能再敬礼了 能找到你的中华民国 有时候大家刚看完那八百 你现在看这中华民国现在多搞笑 还敬不敬礼了 还像不像中华民国国旗宣誓了 能找到中华民国那几个字不了 还有叫中国了吗 中国不会亡 中国今天亡了 接着读啊 为避免中国混淆 行政院先前 组专案小组就护照封面仪式进行研议 立法院在今年7月 临时会通过决议案要求提高护照上台湾 台湾辨识度 并啊 请行政部门提出具体做法 当时立法院也通过决议案要求华航飞机 涂装重新设计 先是护照 现在是下一步是华航 中国 亡了 外交部长吴钊燮上午出席行政院的记者会 对外提出说明 这项记者会会由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主持 吴钊燮表示新版护照封面经行政院跨部讨论后 上周已获行政院核定 今天公布新的护照封面 样式 新版护照封面将于明年正式焕发 护照可以继续使用 中华已经亡了 林青霞呀 八百壮士 中华正式寿终正寝 咱去中国话呀 我觉得彻底一些 真的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 真的 我跟台独 咱们唠唠 是吧 说说心里话 我希望你们一步到位 吴钊燮不要信吴了 那是中国人的姓 不是台湾人的姓 你自己赶紧向日本人是起个什么新的姓 是吧 床下呀 井上啊 渡边啊 对吧 桥头啊 是吧 床上床下 我觉得就有点过了 你台湾人有什么创意 你们不创意产业吗 自己想想自己该姓什么 我觉得给自己起个姓 台湾人 不要姓吴了 吴钊燮呀 你也不用像什么钊燮了 钊什么燮呀 那是中国人的姓 出自中国字 中国顶级 咱们应该有诚意 既然搞趋荣化 搞台湾特色 连自己的姓 自己妈 自己的祖宗 自己的什么的 爹妈都改了 我们就是台湾人 把中国所有都改掉 什么他妈妈祖 中国人 干掉 推翻妈祖庙 玩玩到底 台独 咱玩这种东西啊 改这个护照啊 真的 你只能把中华民国干掉 你这不就是亡了中华民国吗 你看那个护照那个样子 拿放大镜能找到中国两个字 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 你最后的目的 不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吗 那我希望你们一步到位 连你吴钊燮这个名都改了 什么谢长廷 蔡英文 咱们把这个名都改 姓都改了 自己起个姓 是吧 什么章鱼啊 鲨鱼啊 石斑鱼 不都行吗 挺好的 挺好 海洋洞吗 爱啥起啥 对不对 不要用中国姓 不要用吃中餐 我说的多 我说的多清楚 咱既然去中国话玩到底 不要整这么夹夹咕咕的 太夹咕了 玩到底 一步到位 我比你还激进 真的 你们态度 我比你激进 我希望你们跟中国完全切割 中国的归中国 是不是 你呆弯的归呆弯 就不要与中国有什么瓜葛 咱这么搞 其实也没意思 你这个魂 你这个鬼 非得借着这个壳 中华民国这个壳 最后目的是要消灭这个中华民国 最后了 中华民国 从今天开始 正式终结